33. 中國證券報 龍頭古深迪八成美 3.D. 打印光環失色 2015年7月22日海外財經A05 楊博本部記者楊博進管近期美股科技板塊整體表現活躍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頻創新高 但3.D. 打印板塊皮態進顯 至去年初觸及高點以來 3.D. 系統公司股價額金已下跌85% Strategies下跌77% 當前股價均創下多年來的新低 市場人士指出 3.D. 打印板塊股價暴跌主要是行業整體營利增長不及此前預期 前期炒作催生的巨大泡沫已破滅 行業光環退去自2010年開始 2. 美股3.D. 打印板塊持續成為市場易滿 特別是在2013至2014年初期間 由於市場樂觀預計3.D. 打印技術掀起的製造業革命將迅速成為營利 3.D. 打印板塊持續暴漲 在龍頭公司中 3.D. 系統公司股價 股價從2010年的4美元漲至2014年1月3日的96.42美元 漲幅高達23倍 Strategy股價從2011年10月18美元的低點 漲至2014年1月3日的136.46美元 創歷史新高漲幅達6倍 然而預期中的高增長並未實現 相關行業企業的業績表現始終未能達到市場預期 同時 3.D. 打印行業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開始浮現 有分析師指出 由於持續的大舉投資於產品和技術研發 並積極開展並購交易 企業出現巨大的財務壓力 不僅如此 行業競爭加劇 持續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匯率風險等 也都及該行業發展帶來新的擔憂 儘管多數研究機構依然看好 3.D. 打印技術的應用前景 但投資者的耐心已消耗殆盡 美股3.D. 打印板塊自去年初開始大幅回落 3.D. 系統公司股價目前跌回至14.47美元 自去年一月以來的累計跌幅達到85% 今年以來股價下跌56% 目前市值縮水至16億美元 預期市盈率22倍 Strategy's 自去年初以來下跌77% 目前股價為31.44美元 今年以來累計下跌62% 市值降資16億美元 預期市盈率23.7倍 其他3.D. 打印公司中 2013年2月上市的X1股價最高增達到75.67美元 目前跌至9.6美元 近年內跌幅就超過40% Voxelget同樣與2013年登陸美股市場 目前較2013年創下的高點以下跌近90% 眼下市場對美股3.D. 打印板塊的造空情水濃厚 統計顯示 目前3.D. 系統公司35%的流通股被空頭持有 Strategy's 公司26%的流通股被空頭持有 X1公司33%的流通股被空頭持有 營利增速坎優對於3.D. 打印板塊遭遇的大規模空襲 有分析師認為這主要與市場對企業長期營利增長 前景的擔憂上升有關 彭博統計顯示 3.D. 系統公司2012-2014年營業收入分別為3.5億 5.1億、6.5億美元 同比增速為53%、45%、27% 呈現年年下滑趨勢 過去公司3年淨利潤分別為6790萬、8370萬、7510萬美元 增速為66%、23%和負10% 特別是2013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 該公司調整後淨利潤連續六個季度出現同比下滑 今年第一季度的同比降幅更高達65% 該公司將於8月6日發布最新業績報告 預計今年第二季度淨利潤同比下滑45% 派結證券分析師簡深上週 將3.D.系統公司股價預期從18美元進一步下調至16美元 理由是該公司面臨業務戰略執行、產品質量等多重擔憂 下半年營利增速可能進一步下滑 此前分析師的預期過於激進 不過簡深同時預計 3.D.打印行業第二季度業績有望改善 2015年營利可能實現持續的環比增長 Strategy's過去三年營業收入分別為2.1億、4.8億和7.5億美元 過去兩年增速為125%和55% 調整後淨利潤分別為5960萬、8200萬和1.03億美元 過去兩年增速為38%和26%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 該公司淨利潤自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下滑 今年第一季度同比降幅高達90% Strategy's將於7月30日發布財報 預計第二季度營利同比下滑70% 事實上 早在2013年初 造空機構鄉原就增發布針對 3.D.系統公司的報告 指出3.D.系統公司通過自己的股吹 以及某些財經資訊網站的搖旗納陷 故意誇大3.D.打印技術的發展程度 導致3.D.打印機廠商股價出現嚴重泡沫 3.D.打印概念股的表現完全不符合現實 2.D.系統公司優惠明顯 分析人士認為 包括3.D.打印在內的新興技術 若要轉變為設實的盈利還需要突破大量阻礙 1.D.一設概念炒作下的公司股價報章 但由於缺乏業職基礎 隨時可能暴跌 此間風險不容小趣 1.MD. 2.D. 感谢观看